來,我稍微清一下喉嚨 祝你生日快樂 你知道今天是我跟來賓兩個人 剛好就是今天生日 6月17日 欸,這很難得 他雖然比較晚生而已 我是早餐的,這樣有事 然後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我們要訪問的這位特別來賓 他已經寫了兩本了,都關於 這個事情對我來講現在很痛苦 因為我的嘴巴其實還歪一邊 我去做那個牙周病的再生手術 所以我這樣 植牙 不是,不是植牙 去做再生手術 然後我還沒拆線 嘴巴還歪歪,還歪一邊 所以今天要來訪問這個 對我來說其實是另外一種折磨 因為他的書是唱 我剛剛講的唱作劇家 能看,還能聽,還能讀 而且感覺上那個香味都跟著書的 都翻開來以後,都跟著跑出來 來,各位聽眾朋友 我們再來歡迎您 我們又再一次從台南上來的漁夫 唉唷,謝謝喔 謝謝喔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喔 我告訴你今晚生日快樂喔 謝謝喔 很難得 你沒有補錯嗎 你的生日啊 現在我們兩個6月17年 我知道 我們來講一個生日 其實還有一個人跟我們同樣一個生日 真的嗎?誰? 不太難 這個人非常非常非常有名 真的喔 而且他外面的 外面給他的那個生日的時間 他公佈在外面 外頭 這不是真的啦 但是他跟我們是同一天 真的嗎?可以知道是誰? 馬英九 政治人物 馬英九 哈哈哈哈哈哈 我咬咬 我咬 我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就剛才會越慘 哈哈哈哈 欸,為什麼啦 再寫一本 上次那個移民 移民台南齁 就已經讓 讓這個整個台南人驕傲的不得了 說著台南齁 大家都說著真 對不對 然後你這次 為什麼又再出一本 熱居台南 他其實是這樣子啦 嗯 出第一本移民台南的時候 其實一定是在台南 我一定寫過兩年啊 對 而且陸陸續續在我的那個部落格上面寫 對 然後寫了五六年 後來我同學 是因為我同學看到我寫了那麼多 他是天下雜誌那個總編輯 那他就叫我出書 這種同學正好 什麼正好 我是不愛出來 他要叫我出來啊 啊 哈哈哈哈 他也懂嗎 煙賣雜誌 哈哈哈哈 沒有 後來我想一想啊 因為他也 我本來 其實我寫部落格是什麼 第一個是 為了寫我的心情嘛 對 第二個是 當初 我一直在測試說 一個作家有沒有可能是光靠寫部落格 他就有辦法生存下去 是 所以等一下一定要好好來問你 我一直在測這一個 顯然是可以的 從網路 但是最近啊 因為社群媒體起來了 這些Social Media起來以後 Facebook啦 這些都起來以後 反而變成比較難 比較難 就是賺的那個錢太少 我本來在想說 我如果是在網路裡面可以研究到 一個作家大概一個月有三四萬的收入 假設這樣 對 那麼他在 這一個 在包括他演講啊什麼的 那他這個生活不要太奢華的話 這樣大概可以成功啦 這是什麼 尤其是台南 是啊 日後就跟你說 社群起來之後 他就從 那個收入局劇下降 哈哈哈哈 還是還是還是 最簡單就是 現在大家要看Facebook 完全簡單的而已 而且要看照片 對 像還有影片啊咧 但是現在影片 我覺得還是有希望就是 影片的時代快要來了 因為我們4G快來了 對 就是以後我們會share的 不會再 你現在還要用一個送片 看不夠看啦 人家現在要看他們的片 這個事情 啊是 你沒辦法說 你現在有更多在看他們的片 有 所以我這一本書 當初的 當初是 一開始他說要出五百頁 我說你去世上 要出聖經 要出五百頁 第一本的時候 另外一本也是這樣 我訂兩天這麼煩 這麼煩 這麼煩 不夠重 所以不再切一本 其實這一本是 第一本的 就是說吉他 我都重新再整理過一遍 所以這一本 反而 它的 圖的精緻度 裡面那個圖畫的精緻度 因為我變成有靠有多時間的範圍 哦 所以你看看 只有封面的奇美博物館 奇美博物館是說要收我封面那一張啊 那我說暫緩吧 我說以後再收好了 因為我沒有賣度的習慣 然後你再看那裡面有一整頁的畫實物 有啊 而且一段 一個section的時候 你就有把地圖畫出來 對 裡面是放六張地圖 總共六張嘛 對 那為什麼要放地圖 你知道嗎 因為是這樣子 我第一本出完以後 我就真的看了很 很多人拿著我那一本 移民台南就 我真的很認真 我真的在找這樣 我去找 有一個 在那個 路邊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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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要倒在世界那裡 對不對 我就坐在這裡 他坐在我旁邊 他拿著我的書 他很認真 哦 在那裡 對啊 我都動不了 我就說 我就是那個作者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這人怎麼這樣 你不就跟他說 來我帶你去 我就覺得很感動 對啊 啊你怎麼要去搶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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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還這樣 我們的漁夫其實不用再說 他在網路上 大概其實大家都有看 真的 黑得這樣 對啊 然後今天比較漂白 今天穿得很瀟灑 這樣 你真的有夠黑 是啊 都沒有變白回來 沒有啦 要怎麼變白 每天都要站在那裡 而且我跟你講 台南的那個 太陽 比較毒 比較毒 對 他沒有那個什麼 就是 沒有什麼工廠 所以他那個 點個毒 唉呦 這一本書 樂居台南 其實我個人會認為 應該把那個移民台南 那兩本其實 確實他們應該是 一套 一組 這樣說 可是他地圖有 地圖也都有 不是 地圖上面有 你這個樂居台南有 特別又把移民台南的地圖 又補上去 補上去 因為我發現這裡面都有嘛 其實如果 不管 你如果今天買一本 不好意思 你可能還要買一本 因為他又有雞 這人知道什麼意思 我待會兒要問問 為什麼要分兩大 本來你是全部都選一本 結果覺得太大 所以才猜這兩本 這樣子 不是 第二本 第二本是這樣 第二本 那時候 他是想 他問我說要不要寫第二本 嗯哼 那我那時候還在想說 到底要不要做 嗯哼 我不是很 出錯齁 老實說 我跟你說 我從交稿到現在 已經三個多月了 我都不愛 我都不愛畫 我這麼不愛畫 我這麼不愛畫 又要插過去了 快瞎了 這太假的啊 你看那個畫到這麼的仔細 你可以看 這個是啦 這個真的很漂亮 那個 那個 黃月薛老師你知道 黃月薛老師說 看到我畫的圖 說 喔阿姨婦你畫得很漂亮 喔喔喔 好笑喔 拜託我這種畫 哇 我的媽呀 真的在第六頁的地方 這真的 真的是你畫的 這不是去拍照以後去把它 用那個 用那個 用一筆一筆畫的 Photoshop Photor impact Photoshop Photoshop 現在不是常常講說 有一個東西就叫Photoshop嗎 那是這樣子啦 就是 你先 你也要告訴我這個 其實它那個 它這個 就是說 我們因為有這種科技的借助 我們可以畫得更細啦 對 那你說功夫有沒有變得比較少 功夫變得比較多 比較多 變得就是說你可以 比如像我們畫那個牛肉的細紋 對 那就要一條一條慢慢圍起來 你現在這裡有米粉耶 那米粉 你又覺得有粉在那裡 你看 所以 所以你的變成 如果 因為有了這種科技的幫助 你就可以畫得更新 你看看這個畫得比較柔綿綿 對啊 你的畫齁 看就知道說 這是蔥啊 對啊 不知道這是綠綠的什麼東西 對吧 這魚啊 然後這牛肉 這些可能培根嘛 你如果是在那個電腦裡面 更清楚 把它放大更清楚 就可以看到裡面那個 那個 筆畫是怎麼畫的 就是那個 就像我們看一個畫家的畫是怎麼畫的 電腦裡面看得更清楚 這個移民台南是在2013年 那時候 那時候你有來上我們的節目嘛 那2014年又出了樂居台南 也是天下雜誌的 聽到雜誌的 聽到說 他沒沒兩禮拜 就已經第一名了 其實 他也不用來打書啊 我是搖家 他說怕他生人 我們兩個來這裡慶祝一下 恭喜你 你怎麼這麼厲害 每一本 其實 我常在講說 現在出書的人 作家 或出版社 一定要開始改變出版的概念 第一件就是 是作家要先改 其實有 以前我們的作家 在寫一本書的時候 就是 可能去找一個地方 關起來 我在那裡 很認真的事 對 以前我一個好朋友 林建榮高修 對 他現在是我們找得很好 叫做 赤童花之戰 他找得很好 但是 他說 兩三年都沒看到他 連電視也沒出 我說 不然你是跑去哪裡 他說我跑去尋找 對啊 蛤 你趁一山找的 兩三年 但是 他那是傳統式 那本書 真的寫得非常好 可是如果是長期在 像九把刀一樣 先在網路上連載的話 我跟你講他今天賣的更是不得了 所以作家不要說 在你的創作的過程裡面 最好就是已經在網路裡面 開始一直在 一直在創作 OK 然後呢 讓所有的讀者都可以參與到你的東西 比如 我寫不到 寫不到一個故事 人就馬上來跟我說 你寫錯了 應該是什麼什麼 隨時都會有人跟你指教 是 所以你到最後呈現為紙本的時候 就一定比較精緻 像你裡面應該 你可能錯的地方 其實已經都修正過了 沒錯 沒錯 這樣不才可以說 而且在整個網路裡面 在互動的時候 這些人就是你基本的讀者 可是老師你知道嗎 很多人就說 那我就看網路就好了 我就不要沒事 那個觀念完全是 我覺得這種觀念完全是錯的 是啊 因為這根本上是 不一樣 不一樣的兩人 OK 而且我必須要跟 我跟很多人說 讀書 讀紙本書 跟讀網路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嗯嗯嗯 最簡單的不一樣的 讀紙本書是 有頭有尾的 有頭有尾 對啦 對 而且還用來 反覆的一直查 這樣 但是你如果是網路 那是沒有頭有尾的 一直黏一直黏 一直黏 一直黏 所以知識的行程 不一樣 是 紙本書 他怎麼說 我一個package給你 你把這本書拿到這裡來 這樣你有一個 總體的概念 對 總體的概念以後 你再繼續去查網路 那就更容易嘛 對 所以這本書 所以我聽說 第一個 這本書其實是 在網路裡面 已經有很多朋友 跟我交換過意見了 喔 OK 但是這些人 我在說我找一齣 他們也是 齁 沒關係 他們都創第一個去買了 因為他們就是 平常就是 參與我這個創作的過程 對 對 我在網路上稍微聽了一下 也看了一下 我發現真的耶 人家 幾乎台南人都以這一本書為榮 他們覺得 對 我們台南 這樣 是這樣 然後 你當時有去 你每間都吃過了嗎 當然 你當然生活不夠啊 你 當然不夠 雖然你是小時候 也是不夠啊 當然啊 還有很多地方 沒寫到啦 不過 不過重點 我不在於說 全部的資訊都要進來 喔 那你還是以吃的為主 你這次好有加了一點點見 其實我兩本書 都一直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都不是在講吃的 你仔細看那個文章裡面 其實我都不是在講吃的 好像講一些典故 我在講生活的態度啊 工作的精神啊 這個 其實裡面都是在講這個 都是在講店家 比如說 台南人的東西為什麼好吃 又簡單嘛 啊 就是 新鮮 用心 有一些堅持 啊台南人開小吃 為什麼 他不要開那麼久 為什麼 他在時間上 為什麼不擴大 為什麼 你如果問他們 他們就跟你講說 我是賺吃 不是賺錢 我是賺 我常常賺吃就好啊 所以那種 基本的是 生活的態度 我其實一直都在講這個 哪是 很多人 啊 趕快動作 美食書 對啊先去拿 然後吃完 你說我要跟漁夫 漁夫講一下 其實好吃 或者更好吃 你都沒有寫到 這樣子 這個裡面你也講了一句話 其實我個人還蠻感動 尤其我這一陣子 這個生病 去拍戲 第一喔 台南是個適合人們做夢 幹活 愛 戀愛 結婚 悠然過活的地方 那我常常會想 第一個當然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也要騎梯買 這樣就對了 進去還不行 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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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行 另外一個 他的生活費 所以這就是 不過我先跟你講 那句話是葉石頭講的 不是我講的 不是 那個世代國的 沒有 台南就是一個 有重量級的文學家 願意去寫他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的軟實力就很強 對 你一個生氣有一個 很好 很高來寫 跟部落客寫不一樣 真的 像我們在寫部落客 也不一樣 人家葉石頭 重量級的文學家 在寫那個就不一樣 真的 然後你說好 生活費 這個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 有很多人說 伊夫 我看你帶來台南 很好的 這樣我也要來搬 就是我要賺什麼 對 我跟你講 你要是這樣子想 這一輩子都不可能 搬到任何地方去 你應該是想說 我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我到了那個地方 再說 你一定要有這樣 這一種決心 那也要有一點勇氣 我舉幾個例子 你說我有一間在紐西蘭 我去那十幾天 一路都有一個人 你給我帶 那個人就是 我是紐西蘭政府要請去的 那個人是 紐西蘭政府 就給他請來 他是司機 但是他其實他不是導遊 但是他對於 紐西蘭的一草一木 很好講 是 台灣人 然後呢 在了好幾天以後 我們當地的那個導遊 都沒有他講得好 是 那有一天我就問他 我說 他說 你怎麼搬來 這個紐西蘭 他就講起來了 他說 因為 當初他來紐西蘭的時候 他有一個國家這麼漂亮 這樣 他可以這樣 他非常喜歡爬山 他說光爬山 他就已經快爽死了 所以 他那個時候一回到台灣 第一件事情就是 真的把所有家產都被賣完了 寬寬的 寬寬的 走來紐西蘭 那 我同樣的問題也問他說 你怎麼選我 他說 我不是要去塞車 啊 齁 只要塞車就可以了 沒有 他就先來到這裡 他先來到這個 紐西蘭之後 他才開始慢慢去找 找他生活的方式 所以他就能夠在那個地方找到 他自己怎麼樣再繼續活下去的方式 對 台南也是這樣 對 另外我幾個年輕人 他 他就到台南 他到台南第一件事情 他去找了一間 一間好像老房子 很漂亮的老房子 然後他就上網查 查他這個 這個 這間老房子的老闆是誰 然後呢 不要查到 查到以後 他就寫了一個企劃案 他就跟那個老闆講 說 你房子 你也沒人住嘛 那你租給我 然後呢 我想要怎麼樣開一間 怎麼樣理想中的民宿 那我想要把你這個房子怎麼樣 怎麼做 然後那個老闆居然回他信了 他說 欸 不錯嘛 有創意 然後那個老闆就是 他說 這樣子我房子 先第一架租給你 是 但是我給你兩年的時間 OK 你這兩年假設說 你沒有照你的企劃案上面寫的 那對不起我房子要收回來 但是如果你有做到 我這個房子就一直給你租下去 嗯嗯嗯嗯 啊廚房是沒有住的 也會判 沒有人家也會判 所以這個年輕人蠻有趣的 我問他說 你在台北的時候是什麼工作 他說我台北是做Engineer 他是碩士 有 有 在那裡把你 在他們 你如果去他們那裡 一堆什麼瘦博士 都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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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來這裡 他說 余夫大哥 我跟你講我在台北的生活 台北是我睡覺的地方 台南是我生活的地方 我說為什麼 我每天你給我看我 我早上就出門 拚到晚上 嗯 再回來 再睡個覺 隔天早上又出門 那不是睡覺的地方嗎 沒錯沒錯 所以其實 其實有很多我們 我們不要用這種 比如說 像我那時候 我台北住三十幾年 是啊 你說叫我搬去台南的時候 我的想法 我那時候的想法 如果是 當然你的收入什麼都會減少 是 可是你要換算回來 第一個 你也不用再繼續 去跟人家擠錢而已 你知道 你可能上班就是 你們 樓上樓上 這樣而已 然後你可能 就像我這樣 騎個腳踏車 你沒有什麼花費 總是沒有開什麼 你要吃個小吃 你說 台北有沒有好吃的 當然有好吃的 但是問題 你要付出的交通成本 有多少 但是你在 我在台南 你就騎腳 車騎起來 我等一下下去 你越騎腳又越肚子 太好吃了 我還覺得這次又比較散 這次很散 沒有 現在 其實是這樣子 很簡單 就是在台南 你早餐吃得好 中餐吃得飽 然後晚上吃得少 好 你自然就 體重什麼 你整個都控制住了 對 所以 所以有些 所以是先把你自己的觀念改變 不是說 我現在下去 我是要怎麼生我 我找不到 我跟你講 你要是這樣想 你永遠都沒有辦法離開你 你講這個話真的很對 你這樣子 煽動了很多人 年輕人的重新思考 連我自己都在想這件事情 我當然 我不一定去台南 但是 每次看你的書 我告訴你 我是真的很認真的 你看 我還來做筆記 我好多問題要問你 尤其是一些台灣話 要請教你 我也想說 我有一天是不是跟台北 所有 有的沒有的 像這個 這個 身外之物 這頂頂頂頂的 都賣賣掉 我換成現金 背心跟一腳 我現在來鎖三個月 來鎖三個月 才不好 是啊 你台北 現在 尤其是在台北 要怕死人 房子 對啊 我上次來說 怎麼 一瓶兩百萬 要怕死人 最近 還說兩百五十萬 還不是 還不是 什麼 什麼很貴 很怕死人 所以你簡單 兩百五十萬 在這邊 台北可能買一瓶 但是台南你就買一間 也是 是啊 那你就把台北一賣了 你知道到下面去 你到台南去 你可以買好幾間啊 就是這樣說啊 有的 有的 其實最簡單的 其實我一直在 也在跟市 我有時候碰到市長 我也跟他講說 台南市應該要設計成 是一個 以人為主的都市 可是我覺得是耶 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你們給我的感覺 你們給我的感覺 就是這樣 你們真的很快樂 都在過日子 是啊 你自己想說 很悠閒耶 我們現在所有的都市首長的想法 都是 我剛剛都是不對的 是 最簡單的就是 我這邊 我為了我的城市 要有很多人搬來住 他就開始在那補什麼 他在補的園區 科學園區 科學園區 台灣有那麼多科學園區 可以用嗎 台灣有那麼多科學 現在沒有了 開始文化創意園區 哈哈 那都瞧你瞑目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 那你其實你把 那你其實你把 其實你把 因為我們現在都市的老城區啊 就是當趟這個地方啊 其實它已經在老化 對 那老化你能夠讓它活起來就是光光 嗯哼 這因為老城區有老城區的故事很多 沒錯 那你假如說老城區 你是一個以人為設計的 你就不會 你如果有科學園區的設計 你只要把 道路 沒有出來讓車曬啊 因為你沒有很多人在路啊 腳車什麼的都在路啊 所以你 路要讓出來給人 給人去 給車子去走啊 是 可是如果你是以人為設計 那就變成說 人可以在裡面騎腳踏車 對 可以慢慢走 是 所以他如果騎腳踏車 他如果看到桶子 他就跑到這裡 所以他的消費就會增加 對 這也是互相的 應該是要這樣子去設計的 沒錯沒錯 但是我們台灣的觀念 就是 浩大喜功啦 但是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台南去年 是所有的縣市啊 增加人口數最多了 是啊 是不是因為這本書有關係啊 不啦 我跟他厲害啦 但是增加了一萬多人啊 真的嗎 所以我常來講 像台北市 台北市這種地方 也是應該就是說 老陳去這些地方 你慢慢的變成 你必須變成一個 一個騎腳踏車 是人權的地方 而不是 而不是休閒 是 我們現在的觀念是 騎腳踏車去上下班 我們到現在為止沒有這種人權的概念 對 我假設說我如果是騎腳踏車 我要去上班 那應該是我的人權啊 對 那如果是我的人權的話 那請問你的 你的天橋要不要有設腳踏車道 對 對吧 你捷運要有嗎 對 對吧 對 我們沒有在做 對 我們來講 這裏裡面 吃的好不好 我看 我這幾天 因為 開桌 已經三天 沒有吃飲食 都給我吃優格 然後 還在現這裏 你來台北吃就好 吃肉沒肉 吃魚沒魚吃 吃肉沒肉 那是什麼意思 你在書裡面說很多台灣話 那其實我很幸福 吃肉沒肉的意思就是說 吃肉的時候 它就是把你的肉裡面有那個筋 筋跳掉 所以你不會去捕 就像捕一捕 這樣捕 也不會說捕不斷 對 然後那個吃魚沒魚吃 就是把那個魚刺拿掉 魚刺是怎麼拿掉呢 比如說我們那個四目魚 對 四目魚很多次 多次你要鋪魚刺 它兩種方法 一種是用鋪切 切到鋪補 它的鋪斷掉 是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用手去摸 摸到魚刺 用鋪子把它捕起來 喔 這麼費工喔 所以這樣一花 沒你幾十塊而已 你會想我會有感動嗎 真的有耶 對 我就是要問你這個 尤其是薩白魚 我也很愛吃 薩白魚來煎 或是煮魚啊 湯 或是煮麥 真的有夠好吃 他們真的用手去觸摸 然後把那個針一個一個這樣 對 他一天要賣幾個 是不是 幾個月 旁邊那邊我貓 我影片裡面有拍 拍他是怎麼樣的 把那個魚刺 是阿 用手工的 一支一支把他拿起來 而且我跟你講 你說那個肉食 對 台北要吃像我滷肉飯 台北人說滷肉飯 是 一碗是好幾十塊嗎 快要接近一百塊了 沒有啦 35啦 溫度會要35 溫度會要35 我知道一個連鎖的 還有什麼 對喔 很貴眼 可是你要知道 台南的肉食 台北的肉肉 所謂的肉肉 我上次看到人家一個 宣傳 是說他這個 他是用堆肉 用那個折桃肉 折桃肉是哪一塊呢 就是我們脖子上面那塊嘛 脖子那一塊嘛 豬的脖子那一塊嘛 豬的脖子那一塊 可是你要知道那個 打針啊 什麼都是從那裡打的 對啊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寫折桃肉 那台南不是 他們 台南用的是皮下脂肪 叫做肉靈啊 肉靈 肉靈是有字的嘛 我裡面也有寫肉靈 你很多字我都覺得 指的是那個皮下脂肪到下面 皮下脂肪下來 再下各個屏內去就三層了嘛 五花肉啊 對吧 然後他說用的是皮下脂肪 再接一點點肉 這樣 這個地方 那他要做的時候 他要做那個bus 他是先去買那個長桃 長桃來炒 上菜 炒菜 在長桃 band就有 Boss 有模一樣 一 到這裡放下去那個蟲裡面 用那個鑑草叉 用鑑草放下去 下去用杯 用爐火去備 備差不多去培 烘培差不多兩個鐘頭 為什麼要放鑑草呢 因為你放鑑草下去才會鑑 比較不會掛水 然後這個 還沒完的喔 這個碗這個用完之後 再放在一個水槓裡面 放在裡面 讓他大概十個鐘頭的發酵 然後再拿出來給你吃肉收飯 這樣一碗才賣你二十十塊 你看有感動嗎 你怎麼都 是你那個人比較沒欲望 還是說你欲望太多 我們台北工商社會 不可能給你做得這麼久 做得這麼複雜啦 輕輕再做一個就給你借了 對啊 他們的房租可能也比較小 所以比較沒這種壓力 不過這個也是 有些小吃店 我也跟你說 你們也要聊聊一下 你們的地方不好 嗯嗯嗯 你的老鼻大 當然 對啦 環境 但是現在有很多改變了 現在有年輕一代加入以後 他們就開始去改變它 他們就是把環境弄得很乾淨 是 這樣可以讓更吸引更多的年輕人 對對對 是 是 這裡面還有一個來 最後一個來教一下 你告訴我 這要怎麼念 在九十一葉這個 哦 加豬仔 加豬仔 所以南北部吃的東西都不一樣 對 你像 肉圓就好 肉圓啊 北部中 中部以北啊 大部分都是炸的嘛 金的嘛 對對對 南部都用炊的嘛 對對對 肉粽齁 南部用炊的嘛 對 北部用炊的 對 如果到端午節的時候 南部是吃肉粽 你們北部吃茄子 哈哈哈哈哈哈 你才會怕 我還開玩笑 哈哈哈哈哈哈 你才會怕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 那個 那個 米哥啊 南部是 比較像油飯的做法 對 那北部呢 是東米哥 中部以北就是 比較東米哥的做法 對 這其實都不一樣 是 那米哥呢 這 台南的米哥是為油飯 啊 OK 有人去自己看的人做油飯 他說這個油飯是怎麼做得這麼大 我不能做小的 所以台南後 他做一個小的 油飯出來 那你如果 把米哥出來 那個米哥 上面 還要把米哥的故事說不完 比如說 下一段來講好嗎 好 啊這 你再講一個 人生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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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聽眾朋友來 用一個 這是 這是 比喻成什麼 歇後儘 歇後儀 歇後儒 歇後儒 對 人生寡 看沒吧 下一個節目告訴你 是什麼意思 要听的声音 就在网络电台 D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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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早期日本人來到臺灣的時候 他們的統帝 我看過我如果做他們的財產分配書 他們是用漢字寫的 但是那個是日本人也可以讀 台灣人也可以讀 日本是用遜讀的方式 那日本人也可以讀 那你現在看到很多那個白文 日本時代白文那有嗎 那上面也是很漢字 但是日本人會學習 會學習就對了 他學習跟我們不一樣 那漁夫我一直很想問你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我看到你把那個台南的 這個所謂的私地圖 美食私地圖畫了六張 這個當然中間有幾張沒有地圖 可是其實幾乎你是按照那個地圖把它畫出來 你特別強調了一個日治時期 台灣人的傳統活動區域 所以很顯然的可以這樣說嗎 是目前台南等於是說最保留古物 我們不一定說日本就是多好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至少保留了一種很很 因為台南它其實基本上是把所有 曾經這個 曾經在這裡統治過的族群 不管政權 通通留下的建築物 比如說我們有公寫 就是那個 冥寶祖位 比如說有這個 這個正式王朝時代的車禪老 還有那個荷蘭人時代的紅毛城 還有那個日本時代的 還有清朝的 還有國民黨的 還有現在的民進黨這間 所以你其實都是可以看得到它的 這種齁 在全世界是很少的 對啊 這跟它 我看過兩個說的 一個是日本的 有的 上野公園 上野公園呢 它還有很多這種日治時期的 日本經過現代化以後的這種建築 所以你一定去那裡 可以看到他們的那個活建築 活的建築博物館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是在法國 法國有一個那種學生 全球各地的這種 學生宿舍區 他們就是全世界各國都 他就要展示國裡很強的 所以我就去那去一間 我們的學生會館 都集中在一個區域 那像這樣子的這種 像台南呢 就是因為剛好保留 保存了下來 對 所以這邊怎麼說 天高皇帝遠 但是現在還有個問題就是 台南其實沒什麼天災 台南市老城區 沒什麼天災 紅台來也沒什麼 但是有人禍 市長也算不中就很差 你知道嗎 我在那裡有時候 在那裡看一下 古老的建築 我覺得很沒差 是啊 很多譬如說日志時期的圖書館 那是合著四樣建築 上面有四樣建築 就是紅磚白色的世代 氣象很漂亮 歐洲式 對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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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井的日本帝国的门面 但是二字世界当然 可以用炸炸炸炸 他们现在还要修复 哇 已经水到那边了 那个陈也金武呢 他有很多学生 他的时代里面 等于是说明治维新以后 跟那个 请英国人来教他们现代建筑 那个是算是 一定学出来 出生的地理就对了 他教很多学生 那个学生不像在 专家的本土 跟老师争取任何案子 当然三个在那儿 我怎么会教对吧 只好跑到殖民地来 一跑到殖民地来 变成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 所有的好的 都在老在台湾 所以你看那个台南的 那个国家文学馆 那一栋巴洛克市的 他其实是跟 盖那个总统府 跟台北宾馆 台中州厅 就是台中的老师政府 都是同一个人 他那个人很厉害 那个人一世人 没有不曾经出国过 但是欧式什么英式法式 什么试的都会 就是很厉害 真是很厉害 但是如果没有他的 所以台湾那个国家 我们那个国家台湾文学馆 那一栋 假设台湾假设没有那一栋 就不能显现出 他的古迹的地位 那栋材在那里 就好像很有 那栋跟哪里 很有困难 对啊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 就是那栋吗 不是 一栋台南会有三个博物馆 现在已经有一个 台湾历史博物馆 对这个是在 就是北中南 这个算在北 然后再过来就是 我们的台湾国家文学馆 再过来就是 齐美博物馆 对台湾的凡人赛工嘛 我非常想到 你先说这个历史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是 很好 很深刻的是 我如果有外国的朋友 学者上面来 比如说什么日本 东京 什么德国来 我现在因为在 陈大 那里 陈大很多高兴 都把那些高兴的高兴来玩 好 我就想问他说 你敢是第一件来台湾 都想问这些外国高兴 我说第一件 第一件来 水甲两个国家文学馆 那个国家 台湾历史博物馆 对 历史博物馆 它是有个好处 就是它很 一种视觉化 因为里面所有的 比如说 当山过去台湾 还是怎么过去台湾 它就有那个准啊 有人啊 有那个模特儿 什么的 蜡像啦 什么 它很具象化 然后呢 大体上呢 只要两个半钟头 它就可以完全了解台湾400年史 而且是台湾 不是只有台南 就台湾 整个台湾 哇 所以要去台南 你建议 好 我现在安排一个 course 要去台南 出头 你觉得要几天 你至少要三天 要三天嘛 我们现在有 所以我这个地图 我常常在跟人家讲说 台湾人心中有两张地图 一张是去我观光客的 一张是自己在生活的 你说的观光客 对 我现在就想你 第一个 好 我要去台南 第一个我们都会说 你没有假日来 会这样吗 那个假日 现在台南的假日 已经 已经很恐怖了 很恐怖了 都人 都外地来 对 你觉得都是我们本地的 外县市来 还是外国来 有 都有 尤其是 整一站 台南的兰花展 然后现在台南 跟香港有职费 哦 真的吗 我不知道 香港都背过来 啊 背过来都拿我那本席 哦 我也感到很感动 真的耶 哇 这个余夫板穗跟他们就 啊 那你就错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可能啦 做这些可能 你看 还要二千多多 然后下了 下了 到了台南以后 你会建议好 不然我们先来看历史 历史博物馆 两天之后 啊 即使他 在台南三天是不可能 如果三天的话 其实我通常是我的朋友来 嗯 那我大概就是 会让他向赞 是 就是先给他 比如说 第一点 到了以后 我就会跟他讲 我说你 早餐 早餐就很退回去 不要吃 不要吃 不要吃饭店 为什么 台南最精彩就是早餐 对啊 你们市长在市都要去吃什么 哦 柚子 早餐吃柚子 你看 台南人早餐都吃很好 真的 真的 尤其在王定宇也很可恶 很可恶 都很可恶 哈哈 哈哈 等我们看到的时候 刚才才知道 我都咬到 哈哈 那就是 柚肉骨肉 肉粽啦 是啊 那就是 鹹梅啦 尤其那是麥 啊 我的天啊 早餐都吃得非常好 好 好想吃早餐 所以呢 这个 我就跟他们讲 先吃完个早餐 嗯 然后呢 我就会带他们 这个 做City Tour City Tour 就會像 第一张那个地图 整个的民生园区啊 是 啊来站台北哈 这个时候也是来站台北哈 不是这个时候我大概就会给他们 介绍每一栋不同时代的建筑 是 比如说 七十三里面的建筑 什么浙中主义建筑啊 是 然后那个 我们叫做 New Deco Art Deco 然后 然后 Nouveau 什么都有啊 我跟你说 那里面的建筑一堆啊 真的耶 光讲建筑就讲一堆了 对啊 然后讲那个历史就讲一堆了 真的啊 好 要来站台北哈 台南市 要站台南市 大的是站台南市 其实台南现在的民宿很多了 很多 那你们在台南有在坐厚子摆吗 真的没有 也有嘛 不也都站厚子摆 或是有栽车 乘人站厚子摆 或是站在那里面的方便 而且你的厚子摆要租 以前租的 他在那里做不到 我小弟有一些机子也租不了了 对啊 啊不租脚踏车 啊租不了我就敢 脚踏车就不用租了啦 脚踏车也可以租到啦 但是我就觉得脚踏车 脚踏车大理上都可以慢慢 其实现在 不管你在台南 其实他还有一个公车啦 公车系统 方便吗 其实他公车系统 现在已经弄得很方便了 那上次有人问我 我上次演讲的时候 有人问我说 你们台南公车到底是什么 其实它是七个颜色 这么多啊 七个颜色的公车 那你只要把七个颜色搞好 你就当着公车跑就好了 哦 那一招多少 上车多少 15块 我台北15块 我没有特别注意啊 但是捷运卡 什么卡都可以啊 你根本没免费嘛 你还很年轻 我没有什么免费 免费啦 我都把那个市场 曼市 曼市 明市 花市 台市 中市 只说我们六十五岁 你就让人免费了 好 这一听话在第一章 二十四页 你是从民生绿园 铁马油 对我有跟他们讲的 这个整个台南大体上 因为这个区域啊 整个是日治时期非常重要的 就算是本人的政经中心嘛 所以民生路 南门路加好公路加好 你看他这还有一个英料理 对 有一个英料理 这个英料理就蛮有趣 就是为什么 可以证明它是一个政经中心 因为日本人在说事情 日本有一种叫料亭政治 料亭政治 就是我们现在 在国会里面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对吧 不要紧 晚上就是台湾 早的来去日本料理店 叫两家义记来跳舞一下 对对对 大家酒淋淋的 这样酸酸的台湾说好了 跟我们现在是 那什么 招待所 不是不是酒淋的 我们那些政党也是 不是他们现在都 因为有那种国宅队在招待所 有没有 那些事情都在招待所 好 那英料理这个建筑物都还是 大概大致上都有保留的 我跟你讲 那个建筑 国民党政权来之后 它就是 它就 因为它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料亭 那里面还有这种日式的这种花园 它那个日式花园重建以后得奖 得奖 现在得奖 然后呢 就是因为国民党来以后 国民党也有 他们不来这个什么料亭政权 最重要的是里面的厨师已经走了 所以我们当作台湾一种老师的促习 大到家都拼一拼下去了 没错 有到没错 岳父这家要聊十八卯是不是 十八卯 那是柳屋 它是一家餐厅 柳屋 柳就是吳柳先生的柳 柳屋 然后那个 把它包下来做的老板说 柳字就把它拆开来就变十八卯 这人怎么这么厉害 就这人 其实他那个地方 那整个的区域 当初有个四村園旅舍 那也很漂亮 真的喔 但是現在都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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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有很多地方很可惜啦 比如說現在有一個延品百貨 也就是政大書城 他們現在在開 那個延品百貨的故事很可能 就是當初他在做 當初是一個戲劇院 劇院呢 各位你如果去東京看的 你看的歌舞寄作有沒有 東京的歌舞寄作 蓋得很漂亮有沒有 那種地貫式建築 就是日本的柱頂 但是它是鋼琴水泥的 日本的那種 那種千鳥破風 堂破風有沒有 就像那種鋼花 然後他就把它保留下來那種 以前的宮古武作是那個樣子 宮古武作裡面是 有時候演電影 有時候演神曲 神曲就是那個 Opera Opera你知道嗎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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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裡面看的時候不可以用桌 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桌 不可以用桌 它就是要櫃座 像日本人這樣櫃座 所以台灣人去就不習慣 它就給公古作嘛 台灣人就說那給工古作 工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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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國民都來之後就跟 聽到 適當當產 變成鹽品百貨 鹽品百貨 環境的中間的 很多過程就對了 是 不然人招了 是 怎麼變成遊民開始住在裡面 遊民住在裡面 遊民住在裡面 他們就吃粉 什麼 家裡是火燒 我去 我去 我去看那幾個到火燒 現在 鄭大叔前去 他們再重新做整理 整個樓上都是 還是很難去談說 那個屋主到底是誰 哦 欸 很讚的 我覺得那是一種享受 所以 這種 軟實力 這種應該要發這種光光彩的 以前 我也不是說 以前國民黨說不追蹤 但是現在不是 不是國民黨完全不追蹤 有很多 有追蹤 有多少 有多少 不然 有沒有受不了 你看看那些東西 拿到料理是要去死 真的 所以 比如說我最近去嘉義 我發現也不錯啦 嘉義是 雖然是國民黨執政 他已經開始有一些 也不錯的地方出來 是 是 漁夫你在這裡面 有講到一個林百貨 然後拍了一張照片 是一堂的流龍 哦 我對這個古書 我嚮到他旁邊這個樓梯 這種我 他也是 新藝術嘛 阿努莫的這種電梯 零百貨是當初那個時代裡面 全台灣有兩個大百貨公司 一個是台南的零百貨 一個是台北的 叫做梅辛百貨的樣子 嗯哼哼 西門町的 嘿嘿嘿 阿那個現在 不知道是國泰 還是什麼 拿去啊 那個是七棟 阿台南這個是五棟 五棟 所以叫做五棟樓 阿台南這個有電梯 台北這個沒有電梯 是是是 阿台南這一個呢 他當初要把它恢復的時候 最困難喔 是他的勾面磚啦 他的枕子是用那個勾面 就是一個勾一個勾這樣啦 他一個枕子裡面 外窗還是外窗 他的枕子裡面就這樣一條一條的勾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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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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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這個安藤宗雄的那個清水膜來到台灣 我跟你講找不到塞膜 是 這樣喔 找不到塞膜 你看那個亞洲 台中亞洲大學啊 按道上來的時候 他就說叫台灣的建築師去比 去比啦 去比那個有沒有辦法做清水膜 找不到 這樣喔 不然是他把日本那些老塞膜 又找到 找到來台灣做 真的喔 你剛才我才有什麼事 因為我突然 我就是這看的時候發現說 他是1932年去的 是 就跟我們先生同年 喔 那個時候喔 那個叫做很怕的 我跟你說 他不是 你現在看到的規模 其實不是他當初的規模 他當初的規模 比現在你看到的這個規模 還要大好幾倍 應該是你可能 其他有被拆掉或什麼之類的 他是 他是 就是另外一面是一直也 也非常長 也差不多將近在100公尺 是 他是 他全台灣 在東西路上面 他全台灣第一個集中式的商場 喔 OK 現在外面有保留嗎 還是外面類似像這樣 外面就是 現在就是 好像外面那塊 我們現在看到那塊 那塊保存下來而已 其他那些都沒有 這個外面怎麼看 這就是說 那時候日本人離開之後 國民黨政府剛才來 國民黨政府剛才來 中間有一度是 無政府狀態 大家會黑白線 喔 對 國民黨來的時候 那時候還要反攻大陸 所以就黑白卡 好 好在台南是好在天高皇帝園 像台北就猜得很嚴重 那台北還很可憐的一點就是 扭曲事實 我這天去看台北市自來水保護館 我一天看到有沒有哄你 說台北市自來水 我們台灣的自來水支付 什麼人妳不知道 什麼 妳又看嗎 我還很久 哈哈哈哈 說台灣的自來水支付 叫做流民船 我怎麼會哄你 真的嗎 我講流民船不是 你千萬網路查嗎 還在流民船 這還假的 什麼時候改的 什麼時候改的 啊那個喔 是流民船來到台灣的時候 在什麼西門路上面 那個地方 歐倫高近 他說也叫台灣自來水支付 喔我真的有沒有氣死 啊裡面 這個實在是這樣講喔 實在是 當初那個日本人邀請那個英國人 來台灣 來台南 來台北 勘察自來水 啊記得我心電西鄉 他沒有在那發言嘛 那個英國的那個勘察 那個 真正的台灣自來水支付啦 他總 他總得到那幾死啊 死在台灣呢 啊沒有這麼好 一個兵員民事人 他就算他對他嘛 對 他就要他起起來 對 啊這個兵員民事人 才不會再找一台人 他去那個 他就是那個八田羽衣的 長官啦 啊 他又去那個什麼烏山頭 什麼那個 是是是 所以你要 你這個 啊他什麼時候 記馬英九的做指定的時 啊 做指定的時 他跟他自來水博物館 支付蓋 這流民船 我還想要混你 我還敢講的 怎麼知道 不是你這樣子 現在的網路這麼發達的 你這樣子扭曲事實 並沒有辦法去 去讓其他的人民眾 以前大家不是 大家不是這麼傻啊 那是沒有啦 對啊那是沒有啦 因為 有一個人叫他自己很聰明 但是現在我們現在還有 像我在台南 有人寫說 他是 他這家店是民國十二年 或民國二十年 我就跟他說 有民國十二年嗎 有民國二十年嗎 在台灣有民國十二年 有民國二十年嗎 他說 他都很嫩住你知道嗎 他說沒有啊 我們那時候不叫民國啊 是 那時候就是 什麼大政啊 什麼昭和啦 人家賣 人家賣 我們終於原來的歷史 不然你最簡單 你現在19多少年就好了 對 這也是個方法 不要這樣說 到現在的人在 全省啊 在網路上 到現在還在全省 全省 到現在還在全省 那個余副講了一段話 我有時候覺得 這個人其實 雖然說 他看起來很理性 其實也很浪漫 說你的過去 我來不及參與 但未來我可想奉陪到底 你是要背你媽媽還是要背台南 都有啦 哈哈哈哈 真好 你現在看嘛 就是整個的這個 台南的整個的這種過 他的過程啊 過去我 我不是在台南 我是在台南病院出生的 但是我不是在台南大學 我現在一定在台南 很多人問我說 你就永遠住台南大學 是啊不然你以我 搬下來跟你 搬家的喔 是這樣說的 對啊 你看這個 有一個台 你現在台南 還有你說有 國立台灣文學 文學館嘛 歷史館 歷史博物館 再來就是奇美博物館 對 奇美博物館開不開 奇美博物館在今年的年底要開啦 那六七月間 喔這要搞了呢 差不多說 有一些什麼 就是可以先讓你參觀的啊 哇這也是很期待的 他蓋的是那個 我看他那個形式 很像要蓋那個 美國國會山莊的那種感覺 是齁 美國國會山莊那種 搭不搭啊 你覺得在 因為我不知道他蓋在什麼地方 周遭的環境比較搭不搭 我覺得不是搭不搭的問題 是不會錯啦 喔OK 不會錯啦 因為他裡面放的都是歐洲的 歐洲的 美術品嘛 是是是 啊但是如果 就建築的角度看 我是覺得 可以更有創意一點 因為蓋那種太老了 歐洲式的 現代的博物館概念是比較 不會 比較非常一點 但是他不會錯啦 這樣蓋不會錯啦 是 有一次 那天我聽廣播啦 那時候可能 我不知道余美人跟你有認識 我聽余美人說 他說他去台南出場 他這樣吃到齁 最初吃到要這樣一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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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他就開始在說 喔台南他去吃什麼多好吃 又包著回來 結果我發現說 有些東西包回來不是這麼好吃啊 啊是啊 啊是啊 余美人講我都放到他而已 對 啊 啊他那個余美人跟 像李昂啊 他們這些人齁 台灣跟他們講 像李昂啊去台南吃齁 吃得很開心 我沒看過有人講 吃得很開心 很開心 就對了 好像 監獄出來的喔 哈哈哈哈 那台灣人說 我沒試過剛才放出來的 這樣 要去吃那個牛肉 後來我吃了一頓 就開始在那裡打電話了 啊他 李昂是有個美食老師嘛 叫朱正凡嘛 是 就開始在那裡打電話 老師啊 怎麼好吃的牛肉 喔 一直說 啊現在 你也誇張 你也沒東西吃完 才跟你老師說 好 吃完就 說要跟他們帶回去 要跟他們帶在台北 是 人家不給他帶 老闆翻臉了 老闆跟他講說 你帶回去真的不好吃啊 是 打死都不相信 這麼好吃的東西 可是他 他們不知道說 牛肉有氧化的過程 是 你 他們說 台南殺牛齁 兩個時間的 一個是半個兩點 一個是 二三點 二三點 半個兩點殺完以後 整個的處理完 送到 都起來 就差不多五點 早上五點 所以你是五點到八點 這三個鐘頭裡面是最好的 喔 所以 不怪早上在吃牛肉 是 啊 所以五點到 八點這個時間 如果再過了就不好吃了 就氧化了 OK 啊我們娘齁 我們娘齁 我們娘齁 你怎麼知道 孝公走去那個高鐵 高鐵站齁 他在高鐵站齁 他叫他先走一買 啊他現在買齁 都 三個送到高鐵 會吃到老闆 他一路 狂奔到台北 啊台北那裡一定一鍋 在那邊熱鍋了 怎麼搭蛋 他各上一家 吳蛋乳 漁美人 就是他們這幾 幾人 啊然後呢 那個那個 那個 送去給他 給人家 叫他一載說 不好吃 當然不好吃啊 你時間已經過了嘛 真的齁 然後 那都是算一下這樣子而已是不是 不是 因為他已經過了氧化的時間了嘛 是 怎麼樣都不好吃了 就不會好吃了 那個肉質已經不 所以去台南嘛 不用想說 你要睡到 腳趁就是了 你如果要吃得好吃 你已經要早上了 欸像我現在沒有在 我現在 我在內床啊 我都有 沒有啊 我都差不多九點十點就睡了 我早上九點就要不去 都變得很新鮮 你知道嗎 以前都 以前 晚上要出去吃 不怕我太太說 你吃完早點回來 真的吃完早點回來 真的耶 對啊 你如果台北市有可能就是這樣 不對 啊現在 在台南變得九點十點睡了 對啊 有時候 在九點十點睡了 我今天很抱歉 硬撐喔 哈哈哈哈 再撐完一點 啊不怕就太早起來了 抱歉 啊早上你就真的 你真的起來就是 就開始想說 快要吃什麼 還是肯定 你有肯定嗎 還是 沒有我就是 有時候是很隨性啊 騎出去就 親菜吃 是是是 親菜去找一間 現在都很熟 對 那 騎完了以後啊 我就 吃完了早餐以後 嗯 然後我就去找 路邊的那個 那種 很好喝的咖啡 路邊的 也是路邊的 對啊 他的咖啡 他的咖啡是 中生烘焙啦 中生的烘焙的方式 啊用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濾泡式 那個濾泡式是用那個熱水 慢慢焦慢慢焦 所以把那個咖啡就焦出那個味道來 是是是 逐好喝的 啊在那裡喝一個 然後再看我的那個 iPad 因為我每天要看很多訊息嘛 對 然後 看到差不多十一二點 十一點多 回來家裡 小睡一下 中午再出去吃飯 再走去喝咖啡 阿波娥喝咖啡 還不是真的吃這個 就去睡了 所以其實你們現在你們兩個 反正小朋友也不在 都比較不用煮了 就這樣吃就比較方便 我們其實齁 就早餐吃的比較好 其實 中餐晚餐都隨便 尤其是晚餐齁 就隨便 是 我們說正經的齁 我們總是要有 買去台南算三天 要有一些預算嘛 是 早上來說 我今天要吃這個 牛肉 牛肉湯這樣齁 配一個什麼 白飯嘛 對對對 這樣差不多多少 一人 百里吧 百里嘛齁 牛肉好像是一百二 還一百都有 是 一碗飯就幾幾十塊 飯也不用錢 飯十塊吧 飯十塊 八里八三嘛 可能我們的伴 也許別人 他要吃三百魚 三百魚一碗 三百魚賣的一碗 八十塊 九十塊 OK 中午呢 中午要來吃什麼 中午要來吃 吃那個 你要吃N千十八啦 要吃那一堆的啊 那我跟你講 一天花下來 沒有幾百塊好花啦 一千塊都花不完啦 兩個一千塊花不完 大概不會花完吧 你如果真的要這樣吃一千塊買不完啦 就是包含就是很簡單 喝咖啡到處走 還有喝咖啡喔 對啊 然後博物館又不用錢 對對對 住宿呢 住宿我 因為我也沒在住 差不多一千塊吃 住宿大概 住宿大概 沒有 我上次看他們有什麼一千五的 有一千五的 有一千五的 這樣可能 我看五千塊 可能可以 三天啊 哎呀 比你去什麼出國旅遊 什麼的太方便了 難怪喔 現在這樣 而且我跟你講 來台南最好的日子 就是秋冬 秋冬 所以現在可能開始熱了 其實夏天 有人常常問我說 啊台南夏天會不會很熱啊 會當然會 大家比較相信 漁服講的 他曬得很黑 哈哈哈哈 我其實曬得很黑 不是代表很熱 真的嗎 真的嗎 那一定太陽很大 這個 你就完全錯誤了 觀念 我到現在為止 都沒開冷氣啊 我在台南 都沒在開冷氣 真的還假的 對啊 我跟我太太兩個人啊 大概整個的夏天 就開一次兩次 有人可以來還是安全 沒有啊 就是真的很熱的時候 是 但大部分的時間 都沒在開冷氣 就是開天方上而已 為什麼 因為他早晚溫差大 啊 OK 所以他到晚上的時候反而涼了 嗯 那你白天 那你 不像我們那個 我們台北齁 喔 你熱了 你騎路的齁 那是整個熱的 那是真的用熱的 對啊 就是整個那個 辦公室的那種熱氣 全部排出來 沒錯沒錯 然後你站在那個路上 你就覺得 哇 沒錯沒錯 所以事實上很多人在跟我講說這樣 然後秋冬為什麼來 秋冬的天氣 那秋冬沒那麼熱 是 那秋冬沒那麼熱呢 剛好這個 啊什麼 那個 處女巡啊 來啊 什麼可愛的 什麼烏魚啊 來啊 透透魚啊 然後小鳥也來啦 黑麵富翁也來啦 對對對 什麼 黑麵皮鹿也來啊 哦 哦 黑麵皮啦 我很想要吃黑麵皮 這小孩是教養 這種黑麵皮的差子 有這種的嗎 齁 你如果說的 這黑麵皮齁 這台南的黑麵皮還有兩種 一種是黑麵皮 一種是白麵皮 黑麵皮的齁 不是啦 黑麵皮就是放肉食的 哦 OK 啊白麵皮就沒放的嘛 嘿嘿嘿 啊你像那個 麻豆那個麵皮就白麵皮 嘿嘿 麻豆那個麵皮最有名是辣仔 嗯 所以 麻豆麵皮嘛 辣仔 辣仔的麻豆麵皮 啊以前那個蘇飯誌跟那個 陳燦燦兩個在那裡修 我那時候 他們說 他們說要跟他們協調 我就有一個漫畫 我說這兩個人要協調的好使用 可能是麻豆麻糬 他們說什麼 懶啊啦 哈哈哈 懶啊 哈哈哈 啊我們這個麻糬還有一個 麻糬的故事還有一個 是2003年 2003年 就是阿扁在選總統的 2004年的319 319 319槍擊案的時候有啊 嗯 那時候那個 市委長是不是在打電話 我說打電話 那不知道 在電話槍手啦 嘿嘿嘿 哈哈哈哈 那名嘴都說在電話槍手 說到大家這樣 哦 四個專破啊 大家又要嚇死這樣 對啊 所以我這名嘴說的很不幸 我買一年後查出來 說那些人在打電話 打電話打電話打電話 打電話打電話 打電話打電話 哈哈哈哈 所以我說 所以人家說 余夫人從那個電視台 總監下來 你還做我們的名嘴 我說 對不起 總監都不要做了 節目主持人都不要做 要做你的名嘴 然後 第二個 我說 我學問也不夠 為什麼 啊 我又不知道外星人住在哪裡 早要外星人住在哪裡 我就去那邊保潔你怎麼說 哈哈哈哈 欸余夫今天真的其實非常非常謝謝你 你都 每次都很幫我碰到 然後我來搖請你 你都 真的馬上就打電話 說真的 你還會繼續說 真正把台南的建築物 就像這樣子 在只針對建築 因為我老實跟你說 我很怕胖 我雖然要講 但是 我個人對那個舊的建築物好有興趣 所以你裡面有那個舊建築物 還有那些照片 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你敢有可能 再來考慮這個 舊建築物如果繼續畫下去 你問我 余夫你還要出第三本部 我還不知道啦 不知道啦 隨意啦 隨性 我覺得台南現在應該還有一些 非常多啦 你舊建築物我還沒完 你應該知道 那些畫都要找不到 你看那些細部都畫得這樣 真的耶 這真的 這都不是電腦畫的 哈哈哈哈 電腦的鋪頭頭 還會畫圖 不錯喔 哈哈哈哈 而且余夫都很好笑 他每次都把自己畫得很帥 然後起腳踏的模樣都很可愛 哈哈哈哈 各位觀眾朋友 真的買一本這個 宜居台南 宜居台南應該還買得到 移民台南 移民台南 移民台南應該都有啊 還有 然後再來就是樂居台南 因為這兩本真的把台南 欸台南說真的大不大哈 我講這個 我騎腳踏車 是我就跟你講說 他是因為 我當初 要幫他 搬去 中南部 其實也選台中啦 也有一度考慮台中 但是後來我發現台中 跟高雄啊 都太大了 喔 台南是算 如果老城區 算二級的都市嘛 是 你一個腳踏車騎 都差不多小 你坐客廳車 不會超過一百塊啊 哇 對啊 你要坐到台上 就不會超過一百塊啊 真的 果然是一個好玩的地方啊 對啊 各位長相片 別忘了天下雜誌 所出版的樂居台南 漁夫所寫的 今天非常謝謝漁夫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漁夫 謝謝 謝謝 我們下禮拜見 拜拜